各位早晨,通常我這個頻道主要是講電影,有時講少少遊戲 以我的印象,我沒有在這個頻道講音樂 而事實上,我音樂也沒有話可說,我真的懂得鐵嗎? 但因為我有個直播節目,Houting Live,我會播一些歌曲 很多時候會有些聽眾問我,這個歌是什麼?好聽 我發覺有很多聽眾聽歌的口味和我很相似 因為對我來說,音樂的東西是講口味,有些人很喜歡TWINS 覺得TWINS的經世巨作很好聽 人人不同,他很享受,他就很享受 所以我只可以很主觀地跟大家報告 如果我聽到哪一支碟,裡面有很多歌 我覺得都是很好聽,令到那支碟是出雷拔碎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尤其是那些過去聽開我節目,覺得我們聽歌的口味相近的聽眾 你可以找來聽聽聽 例如你聽奉國恩仇美了情 那些,大家不正確的話 你也不必聽聽聽,一定不正確 因為通常那些碟 可能有一支碟裡面有一首歌 又或者兩首都已經是很幸運 其實已經是很幸運 因為通常十首,十一首都只有兩首好聽 甚至一首,甚至沒有 所以那些碟我就不講了 那些我就在自己的頁面上分享 分享一條Youtube影片 我喜歡那首歌就足夠了 但有些碟裡面有很多歌都好聽 那我就值得說 最近我覺得有兩支新碟 我覺得是值得說的 一個是不配 那支新碟 但這次不是說這個 另外那支是小男孩樂團的第三個願望 OK 我們就看看它裡面有什麼track 我是推介的 不要說推介 就是很practical 在這支碟裡面 有哪幾首歌 我會放在我的電話上 是我經常想聽的 OK 不代表我覺得可以聽的歌 只有這幾首 但是我放在電話上 就是最喜歡的 對不對 但是我也不會放太多 因為有些我不是太喜歡的 他隨便玩 減少了其他我最喜歡的歌 出現的機會 我告訴你 這支碟裡有十首歌 它好像有一個特別版 有十一首 我們當作十首 我數給你聽 有哪幾首歌 我是放在電話上 有十一首 一首 一首 三 四 七 和八 OK 一、二、三、四 七 和八 我相信這些歌 這首歌在Youtube都有官方的MV 應該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可以找來看看 這幾首歌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小男孩樂團也是這樣的 有時是情歌,但很多時候是他們的風格 他們會有其他類型的音樂 在歌詞上 例如有些說朋友分離 說奉上、勇氣、perseverance 什麼題目都有些 他們那種風格 嚴格來說就是pop music 但他們是一個樂隊的音樂 我覺得這隊最突出的 就是他們的女主音 他們的名字叫小男孩 但他們的主音是女生 那個女主音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她是最高級的主音 那種實力 所以有時的歌曲可能第二個唱 可能是很平常、很一般 但是她的聲音 然後有時再加上 那些歌曲 去到某些位置 突然間 那些鼓聲、結他聲 有幾樣東西 在一起 效果、化學作用 突然間 令到那首歌 變得很好聽 我覺得這隊的歌曲 為什麼她的歌曲 很多歌都很好聽 這是她第三個 她之前的兩首歌 都是很好聽 而她來到第三首歌 水準還是相當高 剛才我數了很多一首歌 如果我一定要選一首歌 我覺得最棒的 就選不到 為什麼要兩首歌 我不可以選一首歌 如果我選兩首歌 我自己最喜歡 那就是第四首歌 轉身而後 那就是情歌 那些苦戀、失戀之類的歌 但是她又有點巧妙 因為她的歌 頭那半段 和突然間進入到chorus 他們的拍子是不同的 你按來聽聽 是很明顯的 你會聽得出來的 我看她的一些訪問 她們說 當她做了這首歌之後 她們就發覺 那首歌 頭那一半 就適合節奏快些 去到chorus 就說適合節奏慢些 她們就研究了 那首歌 應該快些 還是慢些 後來她們想想 她們說服自己 因為她這首歌 叫轉身而後 所以她的歌詞 是講 有個心情的轉變 她說 其實也合理 你轉身之前和之後 那個節奏不同 其實是講得通的 我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覺得奇怪 而且是挺明顯的 但是我覺得 是很突出 令到這首歌 我覺得是一個巧妙的設計 我很喜歡這首歌 另外就是 第二首我最喜歡的 就是第八首 Never the point 我覺得就是 那個女主音 唱得 唱得 非常之好聽 我是很喜歡的 我是可以不斷 那類的歌 所以裡面最推薦兩首 但是其他還有很多 都是好聽 我建議各位 如果之前聽過我播放的歌 發覺大家的口味差不多 你可以去Youtube找一下 那些歌來聽一下 如果你覺得很棒 就回來留言告訴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